CNOT2518 因為我們人工取髮的時候 我們需要把皮膚繃緊以後 取頭髮比較好取 那機器繃緊的動作 需要用一個外力的借助方式 所以在一些頭皮比較鬆散的地方 我們機器人取的品質就會比較差 就困難度就會提高 比如說像我們接近頸部的位置 比較軟的地方 機器人就困難度就會提高 但是人工就比較簡單 如果是半人工取這個部位也很簡單 這是唯一一個機器人的限制 它這個區域以外的 其他任何區域它都可以取得很好 因為其他地方都有頭骨 我們的頭骨下面墊著 所以它是硬的 它不是軟的 這個只要有頭骨下面有硬的 有couching的有墊的角色的話 機器都很好去 但是軟的它沒有 下面沒有硬的 用你的頭骨讓你墊著的話 那它就等於是你取下去它是軟的 軟的它不是可以硬的 那這個時候機器的困難度就會提高